刘培元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篇第十一集 我这边写的就是目前六个YouTube的 主要是英文的频道 譬如说我们说 它迟早 它早晚会成为一名歌星 那我们用成语 就像中文的四个字成语 Sooner or later 来造 要怎么造 Sooner or later 这部模型车 什么模型车 就是比较小啊 玩具车 是按真车比例来造的 缩小 一百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三十分之一 In Miniature 像小人国 就是可以用这个字 In Miniature Miniature Mini Mini就Mini区吗 反正Mini就是比较小 我们说Mini Mini猪 Mini狗 Mini猫 就比较小 Mini 它就从Miniature过来的 缩小的意思 关于是否借钱给你呢 我想 我想一下以后呢 明天再答复你 其实我不想借 不好意思 马上说 我就故意讲 结果明天 明天呢 明天 明天很忙啊 我明天出国啦 找不到人了 缓兵之急 Turn something over in one's mind Turn something over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点 就是something 就某一些东西 中间要停一下 中间要有个字 Turn什么东西 over in one's mind Turn over 如果直接turn over 那又是别的意思了 比如说我们讲 转换率 或者把东西 转变过来 都是 但是它中间 Turn something over 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很妙啊 直接turn over 就什么意思啊 Turn跟over 中间加什么字 又不一样 那什么意思 我们待会再讲 因为家庭因素呢 它决定退出篮球队 我们用up 这个字一般人不熟的 我们是drop quit 退出 什么东西 可是 成语呢 成语它也等于是 单字啊 只是它字比较多啊 可是在英文里面 在美语当中 这种字就很多啊 你说干嘛 我学成语干嘛 我就每个字用单字就好了 但人这是 英文是他的英文 不是我们的 我们是学他 不是他学我们 他就用这么多啊 你说 我对这个没兴趣 我只学单字 可以 那以后你就看不懂 或者说 老外讲的英文 一定很准啊 我就没办法 我是台湾人 我是中国人 上海人 大陆人 我新加坡 就学不准 那就麻烦了 你可以学得准啊 所以我们开视频 就是说 教你怎么发音 那我用很多技巧 很多因素 可以讲的跟老外一样 可以啊 你也可以程度跟老外一样 我们就是用一种 比较有系统正确的方式 教发音啊 教造句啊 教单字啊 一字多译啊 一字多词性啊 家族字啊 单元字啊 然后我们用新闻英文教啊 用一所预言教啊 教发音 教一大堆 全方位的 就系统化 那讲难听就是我认为 中国人 台湾人的英文教育 是失败的 所以我才出来开节目 因为为什么失败呢 你说 你凭怎么说失败呢 答案很简单 你说 从小学 三年级开始学 学到大学毕业 也学了十几年吧 不会讲 不太会讲 不是不会 不太会讲 不太会听 不太会写 不太会怎么 然后常常又讲不出来 一到外国完蛋了 那学了十几年 讲不出来 也听不太懂 也不太会写 这叫成功吗 你当失败啊 那失败一定有原因啊 那但是怎么样比较好 所以我就提出一套方法 系统化 所以我们就开视频 就说英文教育失败 那我就提出一个 我觉得比较有系统的 所以一般学校教英文叫 事倍功班 那我提出的方法叫 事半功倍 大家可以比较看看 也许有认为胡说八道 那没关系 你有你的想法 那我觉得 我的方法是比学校比较好的 比如他讲的黄色笑话 让人笑不出来 我们用 比动词 超过了一个笑话 或者我们讲的 笑不出来 好 那我们看看这些 你看 Sooner or later In miniature Turn over In one's mind Up to About Be beyond the joke 什么意思呢 Sooner or later 就是迟早 这个我们从英文就看得出来 所以这跟中文很像 迟早 Sooner 是早 所以英文是早时 中文是迟早 那意思差不多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就未来的某一段时间 它应该会发生 At some time in the future 就我们讲迟早 迟早 就像张惠梅那首歌 叫蹭早 这边叫迟早 In miniature 就是缩小比例 In a very small size 就在很小的一个体积 一个形状 Or scale scale就是比例 就是比例缩方 就像word 字可以放大 可以缩小 改变字的这个大小 我们叫缩小 小人国就这样 或者巴比娃娃 按整人的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几分之一去做 我们就缩小 Turn什么东西 Over in one's mind 就think about carefully 就仔细地想想 思量 再三思量 仔细思考 Up out 英文念 Up Up out 美国念 Up Up out decide to withdraw from 就是决定呢 Withdraw 退出 但是Withdraw 也可以提款 怎么看上下文 所以 有时候光是这样子 你这边也可以翻译成 决定去提钱 也可以啊 当我们知道 它是Withdraw 一般就说 一般就说 退出 但是提款也可以 Withdraw 有很多 甚至有说 当枪 拔枪吸不定 拔枪就要draw draw the gun Beyond the joke Not funny at all 一点都 不好笑 笑不出来 Beyond the joke 再我们念一下 Sooner or later A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A miniature in a very small size Or scale 好 这个scale 它的比例 它也可以是天平 也可以是称 也可以是鱼的鱼鳞 也可以是规模 那它不是名称一个动词 来称东西 刮鱼的鱼鳞 我们来测量一个什么的规模 所以这个意思复杂的不得了 Turn something over in one's mind Think about carefully About Decided to withdraw from Beyond the joke Not funny at all 好 那我们进入实战 它迟早会成为一名歌星 Sooner or later 就是早一点或晚一点 中文是迟一点或早一点 刚好相反 那到底谁对呢 应该是迟早呢 还是早迟 早迟 舍得会打架 见仁见智 英文是Sooner or later She would be a singing star 这边Sing当时形容词 一个会唱歌的一个明星 就歌星 但现在大家不喜欢讲歌星 喜欢讲歌手 因为歌星 有的歌星唱不好 它是漂亮吗 歌星不漂亮 怎么会成星星呢 有的就是长得不好看 看起来不像星 可是他很会唱歌 所以现在叫我歌手 Sooner or later She would be a singing star 这部模型车 模型车就玩具车 小车子啊 一只手就拿了起来 是按真车比例做的 This model car is a real car 它是一部真的车啊 不对啊 但是A miniature 小比例做出来的 但是有的时候 字它有时候会变啊 它有时候不一定是miniature 不一定光是讲比例 有的时候说 某一个人很像一个人 比如说 一个是歌星 声音可以唱很高音 就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人 他也可以唱很高音 就是说 你很像他in miniature 就是 它就不是缩小版 而是一种 就是说 你有点很像他 很像他也可以用miniature 所以他字会越用越广 关于是否借钱给你 我想一下之后 不是后天 想一下后 明天再回复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字啊 这个后可能会填在一起 我们就中文好的话 就不应该写后 我想一下 明天再答复你 不然你就说 后天明天会搞混 You have to abound your loan loan就是借钱 贷款 所以这个 loan就是借钱的意思 当然你说 借东西也可以用loan 但一般是讲钱 I'll turn it over it就是什么loan 这是代名词 所以前面说 它中间要三个点 就是什么东西 I'll turn it over in my mind 让我脑筋想一下 and I reply tomorrow 这个当然没有 打错 这就不要 打错字了 没有改出来 人家说 我靠 tomorrow还加S 重人也敢出来讲英语 笑死 打错吗 你吃吃麻 也会掉烧饼 还好 火眼睛睛看出来 不然又被衰明 说我靠拜托 这种程度 你看都抄的吗 你看 抄也抄错 或者自己写的吗 你看 tomorrow还加S 又被衰 因为家庭因素 他决定退出篮球队 他决定退出篮球队 因此家庭的困难 所以我们有人会说 家庭因素 家庭有困难 你说他决定退出篮球队 总不会是因为家庭幸福 或者家庭环境 他说什么家庭环境 家庭有困难 可能是父母说 打什么篮球 帮忙做生意 帮忙照顾阿嬷 所以家庭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需求 或者family needs 家庭的需要 他决定退出篮球队 因为搞不好很多困难 不止一个 你就算搞不清楚 你就加S就对了 只要可数 你就加S 除非他确定是单数 不然你加S没错 但有些集合名词 他是不能加S family不能加S 你说我家有五个人 就没有family 他就是五个人 八个人二十个人 他还是family 叫集合名词 他讲的黄色笑话 让人笑不出来 你说黄色笑话 应该yellow story 不是 英文里面yellow 它是黄色的 可是他跟我们讲 黄色笑话就不一样 它是blue 它是蓝色笑话 所以我们中文讲黄色笑话 外国人讲蓝色笑话 或讲porn porno 那当然是色情的了 可是讲颜色 所以blue很讨厌 它又是可以忧伤的 又可以是黄色下流的 又可以是蓝领工人的 又可以是蓝天白云的 又可以是那个 那个blues 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 那个音乐 蓝调 哇 那个意思不是很麻烦 His blues story is far beyond the joke 他的黄色笑话 太黄了 我笑不出来 因为你一笑 人家说 哎呦 这么事啊 看你笑成这样子 不敢笑 笑不出来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 五个例句念一下 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发音 造句 还有这些成语 Soon or later she will be 或者she will become 也可以 she will be a seeing star 我们用become Soon or later she will become a seeing star The model car is a real car in miniature This model car is a real car in miniature 所以 造句 我们尽量不要 两个都是一个 都用同样的字 那文字功力比较好 它就可以用别的 我们其中一个 可以用那个 CDM This model CDM 这样子比较 转换一下比较好 About you alone I will turn it over in my mind and I will reply tomorrow About you alone 它不卷舌 刚才我们第一次念 有点卷舌 用卷舌卷习惯 这完全不简色 这完全不简色 About you alone I will turn it over in my mind and I will reply tomorrow He decided to up out from our basketball team due to his family difficulties his blue story is far beyond the joke 这个完全不简色 这完全不简色 joke 你不要认识 joke 下巴就jaw 就简色的 下巴 所以那个电影 大白鲨的jaw 就是大下巴 就是鲨鱼 大白鲨 中文翻译 大白鲨 英文就是下额 his blue story is far beyond the joke 好 这一集叫在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